我们再看一个 那个地磁 这个上面像 讲的那个说 微博上讲的地磁暴 红色异景 它说那个新疆阿勒泰 出现20年来最强激光 所以特大地磁暴影响 5月11日凌晨2点到5点 新疆阿勒泰江津山华西场 拍到激光 绚丽得目 讲这个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怎么引起的 对象外星人 要对地球 处理核子的 总共 现在那个摩待不住了 待不住了 待不住了 一旦把那个 地球上核物质 把它被外星人 吸光的话 那摩意味着 它就断定两节了 因为摩的 能量 摩的食物 用的食物 用的能量来源 就是来自核物质 而且发现 那个外星人已经计划 打造地形体 要把地形的 核物质的气光之外 还要把地形填掉 所以一看摩 你就没地方待了 在地球上没地方待了 所以 趁着核动力的飞行器 喷着火关了 然后开始 出逃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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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出逃地球 这是前两天 拍我女儿头痛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这个 发现了 是摩出逃地球 这两天一直在说 摩出逃地球 你看 人家现在说 也发现极光 而且是二十年最强激光 那 实际上 图片上 这些杜本河 杜本河了 杜本河 就是 就是前两天 在出逃的 那个期间 我女儿一着头痛 头痛后来 领排的时候 就发现 摩 趁着 核动力的 核动力的 核心器 在出逃 出逃的时候 就发出 发出光了 非常强的光 对应上的 是什么回事 好 知道 知道 再见 再见